经典中所说的般若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转化烦恼 禅法就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都要具足定力和智慧 佛陀时代这个常修的目的并不是自由修定 佛陀发现了 当然佛还没诸现之前 在引渡社会上其他的修行人大部分都是比较重视修定的 佛陀逐渐了这个世界以后 这个常修的方法往开智慧的方向走 所以最早去佛教的修行 这个常修的部分什么结社呢 这个就是毕博舍纳 毕博舍纳我们也听到内观法门 那有些佛教徒可能会知道 这个佛教的常修知观的一种方法 这个知就是定观 就是智慧 那佛教修行的一个目的是断烦恼 那断烦恼的话呢 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定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智慧 那智慧就是你的一种觉悟 你的一种理解 本来你管你什么事情 完全不了解它的真相 所以你能够慢慢地一步一步理解它 觉悟它 这个我们几乎都会说是一种智慧 那智慧的定义也是有不一样 很多的 事件法的智慧 著事件法的智慧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分别 那这种智慧 在能够端这些烦恼 同样一件事情 因为看法不一样 所产生的苦与乐也不一样 想要转化烦恼 必须要靠智慧 这种智慧 就是佛经理说的 般若智慧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